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色列所发的怒气可以消 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审判官说 凡说你们的人有与巴利比尔联合的 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 我们前面讲到他们向这个巴利比尔献祭 这个献祭的过程是非常恶心的 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记载的话就非常恶心 他们是一种那种裸露啊淫乱的那一种东西 那个是他们献给他们的神 这样的方式 所以摩西吩以色列审判官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呢 谁知有以色列审的一个人 当他们的眼前带着一个米店女人到他弟兄那里去 大家都哭泣啊 因为神开始要杀人了 祭司亚伦的子孙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 看见了就从会中起来 拿着枪跟随那个以色列人静停止去 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由腹中刺透 这样在以色列人中瘟疫就止息了 这是讲到什么 就是在这一群犯罪的百姓当中 有一个人起来 除灭罪孽 抵挡罪恶 不跟这个罪孽同流合污 他也不是只是在那边哭泣 杀他们自己的人 这些犯罪人就把他们除灭 瘟疫才止息 那时瘟疫死的有两万四千个人 燕华的小玉摩西说 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 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笑了 因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忌邪为心 这个忌邪的意思就是神恨恶罪恶 神恨恶罪恶 使我不在忌邪中把他们除灭 因此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 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 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 因他为神有忌邪的心 所以他是亚伦的后代 非常非常好 所以神再一次坚立他与他们的约 那与米甸女人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辛利 他是撒禄的儿子 是西面一个宗族的首领 那被杀的米甸女人名叫哥斯比 是苏尔的女儿 这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 这两个首领都被杀了 他们在众人面前 叶和话已经开始行瘟疫杀人 他们还要行淫乱 因为他们用诡计 扰害你们在比尔的世上 与他们的姐妹 米甸首领的女儿哥斯比的世上 用这诡计诱惑了你们 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 因比尔的世就被杀了 所以他们把这个始作俑者 巴兰告诉巴勒 然后巴勒就施行这个鬼子 有一个人菲尼哈 他跟神一样的恨恶罪恶 这对神来讲非常重要 要恨恶罪恶不要妥协 这就是上帝的个性 恨恶罪恶绝不妥协 因为有人与神同心 所以把这个始作俑者杀了以后 瘟疫止息 可是之前的那些的首领 因为他们没有好好的带领 所以他们的头也被砍下来 巴兰在整本圣经当中非常有名 在圣经的其他地方 也提到了巴兰 我们来看倒数第二章的头影片 第一个我们看到的是 彼得后书二章 我们大家往后翻 彼得后书二章 十三到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彼得后书二章十三到十六节 这边讲到这些行不义的人 就得了不义的公价 这些人喜爱 白昼艳乐 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 就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他们满眼是银色 止不住犯罪 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 心中习惯了贪婪 正是被咒诅的种类 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岔了 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 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功架的先知 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 那不能说话的驴 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 所以在这里讲到 巴兰在这里形容了 他的个性是狂妄 对不对 巴兰是不是狂妄的先知 在这里讲到 他拦阻先知的狂妄 而且巴兰是什么 他是贪爱不义之功架的先知 所以他是一个贪婪的先知 他是一个先知 先知只是代表他的功能 他有这个功能 可是其实他这个人 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人 他贪爱钱财 而且极为狂妄 而且他与世俗妥协 对不对 巴兰所代表的是 政治跟宗教的一个结合 我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状况呢 翻到启示录第二章 启示录第二章 我们看到别加摩教会 圣经三百五十六页 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 那有两刃利剑地说 我知道你居所 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 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 在你们中间 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的时候 你还坚守我的名 没有弃绝我的道 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 因为你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 巴兰的教训 这巴兰呢 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 叫他们吃既偶像之物 行奸淫的事 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 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 那尼哥拉一党人是 之前我们讲的另外的 所以我们又看到巴兰 他还做什么事 就跟我们刚刚读到二十五章一样 他叫人 行奸淫 拜偶像 就污秽自己 玷污自己 别加摩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呢 别加摩教会的特点就是 它是与世界结婚的教会 它是一个混杂的教会 它把世界融入在 或者是它把教会 它不是把教会放到世界中 是把世界带进教会来 这边的教会不是单独的一个教会 讲到这个信仰 神的团契 神的百姓当中 就是在真理上妥协 现在有多少的团体 还敢公开斥责同性恋呢 现在有多少的团体 还能够一起进食祷告呢 每一次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 我们整个群体的频率就会提高 我们的启示就会上升 可是同时 在我们进食祷告的时候 人们的肉体也会被搅动 所以特别是在进食祷告的时候 就是要钉死十字架 如果不能在进食祷告的时候 钉死十字架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 就在我们团体当中 每一次进食祷告完呢 就有人因为没有办法 钉死十字架就离开 总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每一次都是这样子 屡事不爽 牧师没有因为这样子 而不进食祷告 而且我们一年还两次 因为我们这个团体不是 不是为了要妥协而存在 我们有我们的目标 要持守啊 就是越是在乱世当中 我们要持守简单的福音 福音的根本 就是要钉死十字架 肉体与神同死 才能有神的荣耀 才能有复活的大能 其他都不要讲 这个最重要 好 还有另外一个地方 也讲到巴兰 巴兰就太有名了 《启示录往前翻》 犹大书第十一节 犹大书就一张 前面讲到这些人呢 邪恶的人 第十节 这些人毁谤他们所不知道的事情 他们本性所知道的 是与那些没有灵性的畜类一样 你看圣经骂人多直接 在这些事上败坏自己 他们有祸了 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 又为利 往巴兰的错谬直奔 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 这样的人在你们的爱惜上 与你们同吃的时候 正是交食 他们做牧人 只知道喂养自己 甚至还包括牧人 不知只有信徒而已 有些牧人是这样子 而且大家要注意 在这里你看 他说 这些人在你们的爱惜上 与你们同吃 所以这些人呢 不是外面的人 是教会里面的人 刚刚我们读到彼得后书的二章 十三节这个地方 我们再往前看一下 他说这些人不义 行不义的人 得不义的工价 这些人喜欢什么 白昼 艳乐 他们喜欢吃吃喝喝玩玩 吃喝玩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这些人的特息 他们喜欢做这些事情 他们已被玷污又有瑕疵 正与你们一同作息 所以是在信徒当中的 弟兄姐妹要有非常清楚的头脑 跟明辩 我们在末世的时候 尤其要警醒 我们自己要选择的道路跟朋友 而且 他们以自己的诡诈为快乐 他们满眼是银色 止不住犯罪 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 我在想 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人 在他的百姓当中呢 真的就是要让大家受熬练 麦子跟拜子分开 他会引诱一些心不坚固的人 前面我们讲到 以色列的百姓 若是他们自己不犯罪的话 他们里面不分裂的话 外面有什么样的事情 打不倒他们 可是仇敌很坏的方式就是 他会放一些拜子在里面 或者是一些肉体 没有办法钉死 然后呢 就来破坏 破坏神的家 引诱那些心不坚固的人 所以若是你们 在你们的四周 有碰到这些 有一些弟兄姐妹呢 他们犯罪 然后他们 做一些事情 说一些不对的话 做一些错的事情 你劝他一次两次 这样就够了 如果他完全不改的时候呢 你就不可以再继续跟他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关系 你就应该要知道 要调整 牧师常常讲到 马太福音十八章 我们看一下 马太福音十八章 马太福音十八章 第二十六页 新约圣经 这里讲说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 你就趁只有你和他 在一处的时候 指出他的错来 如果有人跟你传舌 或者是说 对你做不对的事情 得罪你的时候呢 你就私下去跟他讲 把话讲清楚 如果他听你 问题解决了 你就得了他 就不要让他 又在抱怨啊 或者是在罪礼 如果他不听你 你就带其他的人 一起去说服他 帮助他 为他祷告 然后帮助他 让他晓得真理 若是他再不听的时候 就告诉教会 牧师就要来处理 就不可以让这个事情 继续下去 每一个团体 都会有他的一个过程 他会慢慢慢慢地成熟 在其中的弟兄姐妹 就会受到考验 因为受到考验 明辨力就会增加 面对事情的反应的 聪明程度 怎么样辨别也会增加 慢慢这个团体 才能够成熟 所以这个当中 都是会有一个过程 可是大家就是要 非常的清楚 就是在团体的当中 就是要有明辨 你有明辨 你才能够去帮得了别人 让别人如果落在罪中 或者是走错路 或者是在肉体当中的时候 你能够去拉他一把 如果你自己都没有明辨 你就不可以去帮别人 而且还会被别人引诱 有没有 心不坚固 就容易被引诱 牧师说这个话 是非常的真诚告诉大家 因为这些事不断地在发生 不是针对谁或谁 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这个是末世 考验会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大家过日子 谨慎自首 谨慎祷告 真的要谨慎 要头脑清楚 不要迷迷糊糊 那迷迷糊糊 你就越来越迷糊 就不知道去哪里 就离耶稣越来越远 加太书 我们看六章一节 弟兄们 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剩 你们属灵的人 就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人都是会有软弱 或是刚强的时候 如果你发现有人软弱 你用温柔的心 把他挽回过来 可是又当自己要小心 恐怕被他引诱 你都没有分辨的时候 你继续继续跟他缴获在一起 那你很可能就会被他引诱 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 如此完全了基督的律法 如果有重担 别人背不了的时候 你可以帮助他一下 第五节 个人的担子 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 前面说重担要互相担当 可是个人又必担自己的担子 所以就要有个分辨 如果有人有重担不行的时候 你可以帮助他 可是如果他坚持不要改的时候 你就不可以继续跟他一起线下去 不论在任何一件事上 都是这样 如果我们用一个肉体的心态 一个世界的心 一个世界的想法 不断不断地 跟这些不愿意悔改的人在一起 你就会受他影响 我们要知道 我们自己不断地在改变 每一个人也都不断地在改变 我们要确定 我们自己是越变越刚强 越变越靠近耶稣 我们不要认为 每一个人都是 他就是那样 不是的 每一个人都在改变 有意识的人 会让自己越变越好 没有意识的人 也许他后来变到什么样 他自己都不知道 他为什么后来会变成那样 最终是要告诉大家的 就是 我们刚刚看的三段经文 一个是巴兰的道路 不要随从巴兰的道路 彼得后书 二章十三到十六节 然后我们讲到一个 巴兰的误谬 巴兰的错谬 他的错谬的思想 他的错误 犹大书第十一节 还有我们讲到巴兰的教导 讲到启示录第二章 十二到十五节 这是在新约圣经里面 又回头不断地又再讲到巴兰 我们在巴兰身上 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 如果大家回去仔细地思想 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 仔细地想一想巴兰这样一个人 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可以学到很多 可以让我们很警醒而成长的部分 这就是我刚刚读的经文 更多了解刘戴华博士的服饰 请参阅荣耀事工的网址 www.gloryministries.org.tw 荣耀网络商店 及荣耀时刻频道 优优独商店 请参阅荣耀时刻频道